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会引用的经文是取自《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九到第十七节 我给它起名叫做《如何站立得住》 我会从《启示录》的写作到约翰的本人 一直到当时的社会来让你知道到底这段的经文它的意思是什么 基督耶稣当他升天以后应许他的门徒说 他说你们去等候圣灵的降临 圣灵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在他的门徒身上 当时这一群在耶路撒冷一起的祷告等候圣灵的使徒们 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的领导 他们不单单是从一个害怕担心的门徒 变成了当时非常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的门徒 他们到处去传福音开始建立耶稣 手里所说的神的国 或者我们讲天国 天国在那个时候开始在帝国里面建立起来 当时的罗马虽然是很大片的疆土 但是犹太人就真的是按着耶稣所说的 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级 去做耶稣的见证人 使徒行传开始就以耶路撒冷为蓝本 一直到司提反被杀 福音就传开了 传到撒马利亚 传到这个犹太全地 甚至往地级 使徒约翰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耶稣的门徒之一 他当时是最年轻的门徒 在33年的五旬节过后 他就开始也传福音 当时他是跟彼得在一起工作 他也在圣殿的面前行神迹 他在犹太公会面前 也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 一直到祖后大概81年 这一个王帝叫做多米田就上任 开始做王一直做到96年 他是一个暴君 他非常的暴躁 有很多残害百姓的行动 他也开始推动逼迫基督徒 他当政的时候 开始了君王的崇拜 英文叫做imperial cult 其实罗马人崇拜凯撒 从第一任的凯撒游流 Julius Caesar开始 都有君王的崇拜 但是多米田他为自己建了一个神庙 还把自己的一个神像建在以弗所 要求百姓一定要向他的神像下拜 每一年最少一次 我们知道基督徒他是不向偶像下拜的 何况又是一个还活着的君王 所以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就开始 他们就不要向偶像下拜 不向这个王帝下拜 不向王帝下拜的话 他们会面对什么呢 他们就会面对国家对他的逼迫 因为国家可以用叛国罪去抓他们 所以在那个时候 基督徒就大量的面对逼迫 包括我们也看得到使徒们 他们一一的也为他的信仰的缘故 为主殉道 从彼得一直到约翰 每一个人都为主殉道 彼得道钉十字架 安德烈钉X的十字架 巴德罗买八皮 小雅各被拒子拒死 约翰是比较好命的 他是老了才死 据说约翰到106岁的时候 他最后是死在讲台上 他在讲台上讲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小子们 我劝你们要彼此相爱 这个就是我们的作者约翰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使徒约翰 在后期的时候 主后80年 他就移居到了亚细亚去牧养教会 约翰就带着耶稣的妈妈玛利亚 去到了以弗所 在那边开始牧会了 他就成为了亚细亚一代的七教会的长老 今天你到以弗所 你还可以去到玛利亚之家 据说玛利亚是在这个家里面去世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约翰就在以弗所牧养教会 成为七教会之首 就是做他们的长老 波米田就正正在以弗所建了一个神庙 一个神像要他下拜 怎么办呢 他们只能够不做 不做的话就面对逼迫 约翰在以弗所的时候 是被王帝下令抓他 把他带到去罗马 本来是要把他丢到油锅里面去炸死的 根据教会的历史 约翰在油锅里面是活着出来的 所以没有事 他们最后只能够把约翰流放到去霸摩海岛 当时约翰九十多岁 一个老人要从罗马跟着兵丁冲军到了霸摩海岛 在罗马的时代霸摩海岛 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非常贫瘠 非常荒凉的地方 而且那个路程 从罗马一直要到霸摩 是非常艰难的 当时的罗马王以为说约翰可能 在这个路途的里面 老人家可能就死掉 可是约翰不但没有死 神就在霸摩海岛给他看到了启示录的异象 在主后九十六年的九月十八号 多米田或者图密山 后来就被他的军队的一个部下 就用刀刺死他 他就驾崩 他以为约翰会先死 结果他自己死 死的时候才四十四岁 他一死了以后 约翰就被释放 就回到了以弗所 他就在以弗所把他所知道 所看见的启示录就写下来了 弟兄姐妹 你先看启示录之前 你要有一个概念 当时的教会 他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这些的信徒他们是面对逼迫的 他们是面对整个帝国对他的逼迫 他们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 他们失去财产 失去家人 甚至要失去生命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启示录对他们来讲 不单单是一个盼望的书信 他讲到了耶稣最终的成功 最终的得胜 他也告诉这一些受苦的人 他是最终极的安慰来的 今天我们看了这一段 我们从第七章第九节看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这样单单看这一段 你会看到很猛叉叉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 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 这样此后此前就发生什么事情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上文看 这样如果你要从上文看 整本启示录 约翰他到底是在讲什么 约翰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用前言 就是当时写书信的方式 给了他们一个前言 就是他为什么写这个书信了 过后呢 他就针对自己所牧养的七间教会 告诉他们 耶稣要怎样对这些的教会的 一些的劝告还有警告 这七个教会 就是当时我们看到 亚细亚的七教会 我们也看到 约翰就告诉了我们 他在天上的宝座 所看到的异象 过后也就是开七印了 开到最后一印的时候 天上安静了半刻 过后又吹七号 七号吹到第七号的时候 又要丢七碗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有这些的龙啊 这些收割的东西 还有巴比伦的灭亡 还有千年国之后 最后是耶稣最终的成功 最终的得胜 还有最后的警告 讲完以后 今天我们要看的在第七章 第七章其实就是在开七印的时候 他的一个插曲 这个插曲不是印 只是说开到第六印的时候 刚好天上就为了这个事情 他停了一下子 所以我们来看了 弟兄姐妹 如果你去看这个七印的时候 我们从天上的宝座开始看 第四章一开始就说到天上的敬拜 有二十四个长老 有四个活物向神下拜了 他说我的主我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而且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而有的 天上最终的唯一的敬拜的对象 就是宝座上的君王 宝座上的君王就是被杀的羔羊 也就是耶稣基督 我看到坐宝座上右手拿着书卷 里外都写着字 而且用七印言封了 弟兄姐妹 这个书卷和封印 当时在罗马的时代 很普遍的一个做法 比如说我要写信给你的话 我就把这个信写好卷起来 再用蜡在上面盖一个印章 印章它没有破裂 到你的手上 你一看的时候 这个印是完好的话 就表示说这封的书信没有人看过 那个印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这里看它封了七个印 就表示说这个书信的重要性 当约翰看见的时候 约翰知道书信很重要 因为有七个印 天使就讲 他说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 揭开这个七印呢 这样七个印是由神的手上拿掉的话 只有谁可以开呢 凡人不能开 天使也不能开 天使还问谁可以开呢 约翰看见 约翰很着急 约翰的心就讲说 天上地底下 还有地上的都没有一个可以展开观看书卷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配得开这个书卷 我就大哭 约翰就哭了 书卷的里面的秘密 没有人知道 那怎么办呢 原来呢 长老中有一个就对约翰说 他说不要哭 看啊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羹 他已经得胜 能展开那书卷 揭开七印 因此呢 谁有配得呢 当时在宝座上 被杀的羔羊 他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羹 他的得胜 让他配得开书卷 揭开七印 天上地下的活物 长老 全部就开始敬拜主了 因为他配得嘛 他们就敬拜说 就唱新歌说 揭开七印 因为他为什么配得呢 因为主呢 被杀的羔羊 他是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买了人回来 又让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归以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被杀的羔羊 是配得全病尊贵 丰富能力 但愿送赞全部 所以讲完以后呢 长老还讲 阿们 愿一切的事情 都能够成行所愿 可以发生 结果这个时候 他配得开 在宝座上的羔羊 就开始揭开这个印了 因为他曾经被杀 他被杀是为了要买赎 他的百姓 他已经买了 他已经成功了 他已经得胜了 他配得开 七印的时候就开始开了 弟兄姐妹 第一印一开 就是白马出来 第二印一开 就是红马出来 第三印一开 就是黑马出来 第四印一开 就是灰马出来 如果你去看这个印的时候 你看得到 白马就是 他拿了弓 跟拿了剑 他会胜了又再胜 好像耶稣在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门徒问他 世界末了的时候 有什么征兆呢 耶稣就说 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 白马预表着 当时国家 跟国家之间的对立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战争 白马一出来 就是打仗 红马就是民攻打民 黑马出来 就是饥荒 饥饿 过后呢 就是瘟疫跟死亡 所以这四匹的马呢 就会一直的出来 通常是白马先跑 后来就是红马 红马跑完就是黑马 黑马跑完就是灰马 历史到今天为止 这四匹的马呢 他只要一出来呢 他一定是四匹一起出来的 我们今天看我们的历史 从耶稣的时代 到了今天两千多年 你看每一次的世界打仗的话 通常都是国打国 民打民 后来因为国打国 民打民 导致了粮食的不够 过后呢 就导致饥荒 导致饥饿 黑马出来的时候 那时的那个 大麦跟小麦的价钱就高 因为不够 就有饥荒 饥饿 有人死 死了尸体 没有人处理 就会是什么事情 就有瘟疫的产生 这个就是一个的循环 到了第五印 殉道者 这些的人是为神的道 而死掉的人 他们是为见证 而被杀的人的灵魂 他们就在宝座的祭坛的下面 就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那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生流血的缘吗 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就白衣赐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你们安息片刻 等到做仆人的 还有他的弟兄 也像他一样被杀 满足了数目 就表示说 还死不够人 等一下 想完以后就是第六印 第六印就是当时地大震动 热头黑得像毛布 然后满月变红像雪 天上的星辰掉下 地又大震动 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又山又移 海岛又被挪开本位 这时候呢 整个世界开始有大动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地上的君王 陈浦将军 父父 壮士 还有一切为奴的 自主的所有在地上的人 都躲在山洞里面 说倒在我们身上 把我们藏起来 躲在躲避 坐在宝座者的面目 还有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热到了 谁能站立得住 这一些在地上的人 因着大地震 大饥荒 战争 全部来到最后的时候 他们受不了 他们讲 坐在宝座上的 还有羔羊 谁能够躲避 他的愤怒呢 在愤怒临到的时候 谁能站立得住呢 弟兄姐妹 这一些地上的人 他们并不是属神的人 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知道 这个宝座上的那一位 他们也明白 这是羔羊的愤怒 但是 他们宁愿躲在山洞 他们都不愿意悔改 所以他再讲了一句说 谁能站立得住 我们死定了的啦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 今天插进了第七章 第七章就告诉你 谁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站立得住 谁能够在饥荒 战争 死亡 到殉道者 一直到疫症 一切的灾难发生的时候 谁能够站立得住 你读第七章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到 有14万4千的以色列人 他是受了神的印 此后 我看见四位天使 从地的视角上来 他就给他们盖印 十二支派里面 每一个支派就有 一万两千人 加到起来就是 14万4千的以色列人 我们要问的就是 这些人 他们站立得住吗 站立得住 因为他们是 受了神的印记的人 他们就能站立得住 弟兄姐妹 讲到印记 为什么有这个印记呢 印记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当时奴隶 他们属于主人 主人会在他们的身上盖印章 这个印印在他的头上的时候 你出道去外面 你跑丢了 或者你跑掉 人家抓到你的时候 人家知道你是谁的奴隶 通常他们印在哪里 在额头上印印记 在那个年代奴隶制度的时候 这些印记就是印在他的身上 来作为你是属于这个主人的 这14万4千的以色列人 是属于神的 天使来盖印 永生神的印 按照原文是叫活神的印 古代用印来证明 他是属于那个主人的 当时的人手上会戴一个戒指 这个戒指就是你的印章 第一批的以色列人 14万4千的人 他们是属于神的 因为天使来盖印 第二就讲到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第九到第十七节 此后 对不对 太过开始讲了 他说 我看观看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够数过来 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高王的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中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以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以高扬 这里就讲到各族各方 各国各民的人都来了 这群人是指谁 刚才第一批 14万4千的人是指谁 以色列人 这样这一批呢 这一批是指谁 就是指外邦人 外邦人 犹太人 全部都能够在主的里面蒙恩 为什么他能够蒙恩呢 外邦人 他就讲了 这些的外邦人 他们是身穿白衣的人 OK 身穿白衣的话 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浪子回头的故事 当爸爸看见儿子回来的时候 爸爸做什么 爸爸不是跑过去吗 爸爸抱住这个孩子 亲他的嘴 爸爸讲什么 赶快拿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 然后把戒指给他戴上 鞋子给他穿上 袍子是什么 恢复他 因为他当时是没有穿衣服的 奴隶是不穿衣服的 恢复他儿子的身份 给他戴上戒指 他拥有全病 用爸爸一切的东西 包括鞋子 因为奴隶是没有穿鞋子 儿子是穿鞋子的 把牛犊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此弟兄姐妹 这个的白衣属于什么 属于我们在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以后 上帝给你的第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 就是恢复你儿子的身份 接着下来 如果你去看的话 第二个 保罗怎么讲呢 保罗讲不再凭肉体 我们要披带基督 如果你看加拉太书 他讲说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 就是披带基督 罗马书也讲 总要披带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哥林多后书就讲说 从今以后 不是凭着外貌认人 以前是看外貌 今天不再看外貌 是凭着你 披带的基督来认你了 你披带的基督 怎么认你呢 就看你有没有基督的样子 今天我不用再看你的外表 我看你的行为 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属神的 不只是悔改认罪 第二我们看得到呢 听到行到 也是你必须要有的 身穿白衣 我们再看今天 这一段在启示录里面讲的 启示录里面讲到 身穿白衣的时候 其实它有从第六章到第七章 它有一直的在解释的 第六章就有告诉我们说 当时这些人 他们不是在祭坛下面呼叫吗 叫上帝替他们申冤 神就先把白衣给他们 叫他们等 因为数目还没有满足 过后第七章的时候 当这些各方各国各族各人的人 他们来到的面前 他们也拿到白衣 为什么他们拿到白衣呢 后面就有解释 后面这个长老就去问约翰 他说这些人为什么穿白衣呢 约翰讲你是知道的 因为他们是用高阳的血 摆熟回来 他们用自己的血洗净了一切 他们为神舍命 为神就是受苦受难 甚至殉道而得到的白衣 因此这个白色的袍 它象征着尊贵 代表着称义得胜 从世人看来 这些的人死的时候很悲哀 死的时候是被逼迫而死 他是失败的 但是对神来讲 神讲这个才是最尊贵的 这个人才是我要看为上好的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你还记得 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的时候 马太福音刚才不是讲吗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我的名 路骂你们 逼迫你们 念召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有福了 你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因为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待他 原来你为主受逼迫 你为主受苦 甚至你为主而丧命的话 在上帝的眼中 你是被认为是有福的 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整天要福气吗 原来要福气最简单的就是什么 为主面对逼迫 你就得到福气了 为主受苦受害受死 神给什么你 神把白衣赐下给你 弟兄姐妹在那个年代 基督徒面对整个帝国 对他们的逼迫 他们因为信耶稣 没有向王帝的向下拜 他们不但不能做生意 他们不但不能够去拥有产业 他们甚至要逃难 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向王帝下拜 怎么办呢 他就只能够把家产卖掉 跑到去另外一些偏僻的地方重新来过 甚至有一些因为人家的举报 结果他被抓 他的儿女可能被卖成奴隶 他就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他就面对很大的逼迫 我们就看到十四节讲什么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 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 坐在宝座的 也用藏幕来复辟他们 这一些为主受苦的人 他们最终呢 他们死了以后 他们回到神那边呢 上帝要保守他 要复辟他 弟兄姐妹如果你慢慢的去看这一段的时候 这里呢耶稣就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他也是这样讲 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杀你的 不能够再做什么的 你不要怕他 我要指示你 你当怕的是谁 就是杀了你以后 又有权柄把你丢在地狱里面 我告诉你你真要怕他 只能够杀你的身体的罗马帝国 不要怕他 因为他不能够对你的灵魂做什么东西 耶稣又讲 我又告诉你们 在众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 他的死者的面前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他的死者的面前也必不认他 你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要认耶稣呢 在那个年代呢 当人家把你抓到会堂 抓到君王的面前 抓到这些的刑场 这个刑场的面前 然后逼你说你今天只要否认耶稣 你就可以活着回去 不然我就把你钉十字架 我把你绑在柱子上点火烧你 我甚至把你丢到斗兽场里面 你愿不愿意 那个时候你要认还是不要认 你认的话你会受苦而死 你不认可能你就可以好好的回去 人生还是一样的过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耶稣说什么 他说你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死者的面前也不认你 耶稣跟众天使在天使降临的时候 耶稣也不承认你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讲完以后 他就讲说手拿中树枝 先讲白衣 白衣就是为主受苦 披带基督的人 现在呢 他讲手拿中树枝的 也可以得救了 犹太人什么时候拿中树枝 在祝彭节的时候 他拿中树枝 中树枝预表什么 预表着胜利的标记 而且呢 祝彭节就表什么 神与人同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历位记也告诉我们 祝彭节是要纪念出埃及记的胜利 就是耶和华 大败埃及的十个神 就是十灾 他打败埃及所有的神席 神拯救他们从为奴之家 去到了流奶与蜜之地 欢庆跟救赎 纪念跟拯救 就是你拿中树枝的意义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来 我们要如何欢庆 我们要如何纪念呢 这边他就讲了 大声喊着说 第十节 愿救恩归以那坐在宝座上的神 也归以羔羊 然后众天使跟长老 跟似活物 在宝座前也面赴在地 敬拜神说 阿们 颂赞荣耀智慧 尊贵权并大力 都归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你讲一句 长老也回复一句 你敬拜他 你赞美他 因此呢 你的敬拜跟赞美 是在你得胜以后 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讲的时候 天上也要回应你 你俯复敬拜他 今天为什么你要敬拜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来 称放你的上帝呢 因为呢 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热头跟燕热 也不再伤他们 因为宝座上的羔羊 并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弟兄姐妹 今天你为什么要敬拜上帝 是因为神应许要擦干你的眼泪 擦干你的眼泪 不是你伤心泪流的眼泪 擦干你的眼泪 不是因为 今天生意失败 我很伤心 你朋友抛弃我 我很伤心 这个的眼泪是什么眼泪 是因为你为神的缘故 你失去了一切 你为神的缘故 你的整个生命 面对了很多人对你的逼迫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上帝说 我要擦干你的眼泪 我要带你到生命的泉水那边去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去看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就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他就讲到 贫穷的人有福了 饥饿的人有福了 哀哭的人有福了 人为人子 恨恶你们的人有福了 这个失福是对应另外一个失货 货是什么货呢 那个富足的人有货了 喜笑的人有货了 饱足的人有货了 人都说你好的人有货了 这个失福跟失货放在这边 就是告诉你 你因为耶稣的缘故 你贫穷 你有福了 你因为耶稣的缘故 你饥饿 你有福了 你因为耶稣的缘故 你哀哭 你有福了 人因为你信耶稣的缘故 恨恶你们 逼迫你们 你有福了 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先知 也是这样子 注意看二十三节 他讲到那日 你们要欢喜跳躍 因为那日是哪日 就是耶和华领导的日子 也就是刚才我们读第六章 那一些君王 君官 将军 那些地上的人在那边喊说 耶和华的愤怒 羔羊的愤怒 谁能站立得住 就是那一日的领导的时候 人家要哀哭 你却要欢呼跳躍 因为耶和华要替你申愿 所以弟兄姐妹 以赛亚书也讲 那天你会不饥不渴 燕热跟烈热都必不伤你 他要连续你 引导你 很多人用这段经文讲说 你看 基督徒不用害怕 你走出去外面 太阳都不会照你的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讲什么 他是讲说 当那一天 神终极救赎领导的时候 当你真正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领受上帝给你 最后的救恩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太阳烈热不伤你 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你 弟兄姐妹 神必拯救你 诗篇121篇也是讲 白热太阳不伤你 夜间月亮也不害你 每次我们就把这段经文 放下去的时候 就讲什么 这段经文在讲 上帝保守我们 所以你不会中病 你不会怎样 你要有信心 所以上帝保守你 整个人好像刀枪不露 不是 弟兄姐妹这里在讲 那个终极的救恩领导的时候 神保守你 当书卷的印被揭开的时候 也就是上帝愤怒的时候 上帝愤怒的时候 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这个时候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就站着那边就讲说 谁能站立得住吗 如果你去读 耶稣每次预言到自己再来的时候 他说当人子的日子来到 人子与天使降临的时候 那时的人怎么样 他们发现到太迟了 他们就站立不住 诗篇第一篇讲 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他比脚软站立不住吗 因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自己没有时间了 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谁能站立得住呢 原来就是有上帝印记的 以色列人十四万四千人 另外就是穿白衣的人 穿白衣的人 他是包括什么呢 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够数过来 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选民 长子以色列有份 百姓外邦人 这一些属于本来 不属于在恩典里面的 上帝也要救他们 所以只要你能够穿白衣 你就得救 只要你能够领受上帝的印记 你也得救 上帝必纪念你的一切 但你讲说 好我今天信了耶稣过后 我今天就是做一个普通的平信徒 可以吗 这里你还记得耶稣有一个比喻 讲到王的宴会 王的宴会的时候 有人进了来在宴厅里面 结果他不穿礼服 他怎么样 王就讲 朋友 你怎么来这里不穿礼服呢 结果就把他个人赶出去 不是因为他没有预备礼服进去 通常在那个年代你去参加有钱人的宴席的话 他会预备礼服给你的 这个人就是有礼服也不穿 所以王讲说 你就算进到来我也把你赶出去 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上帝 他不会跟你算 他会跟你算的 弟兄姐妹 所以谁站立不住呢 接下来就是 这些在救恩以外的 没有穿白衣的 这个才到第六印 第七印是更可怕的 因为第七印来到的时候 天上安静了 然后呢 大家全部静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第七印开的时候呢 他又开了七个号 七个号过后又七晚 你还记得路加福音 耶稣不是讲到有一个寡妇跟一个官 祷告吗 我们每次把这个东西把它当成是 跟上帝祷告的态度 对不对 要像这个寡妇这样 上帝最后没有办法才答应你 弟兄姐妹 留心看那段经文 路加告诉我们什么 你看这个不义的官所说的话 这个不义的官这么坏 他都愿意为寡妇伸冤 何况你们这些选民 神的选民 昼夜呼吁他 纵然为他忍了多时 岂不终久为他们申冤吗 你留意第七印开的时候 要几时才能够开第七印呢 原来天使拿着这个香炉来 放在祭坛的旁边 有很多的香给他 这个香是什么呢 原来是众圣徒的祈祷 一起陷在宝座上的时候 弟兄姐妹 要开第七印 他是靠着圣徒的祷告 祷告什么 祷告申冤 上帝为他申冤吗 上帝就为他申冤 上帝不怎么样为他申冤呢 你就看哦 一开到第七个印的时候 就开七号 七号开完就开七晚 七号跟七晚下来 是越来越可怕 那一些人 在那个时候 他们就承受了 他连那个六印都受不了 他怎么受得了其他 七号跟七晚呢 讲完以后还没有结束 到了十九章的时候 他讲我又看见 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全部人要出来要受审判 审判以后就是 把他们丢到硫磺火壶里面 也就是第二次的死 所以你受完了灾难 你还要第二次的死 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战争 灾难 饥荒 死亡 逼迫 他都是在一个配套进来的 他进来的时候 对应了耶稣 在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他讲的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所以四骑四处来 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 饥荒地震 物价高涨 这些全部都会发生 包括人后来也死亡 过后怎么样呢 信徒也要受苦 人要把你们 陷在灾难里面 然后要杀害你们 要为我的名 你要被万民恨恶 他讲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然后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给万民做见证 最后末期才来到 弟兄姐妹 这些东西来的时候 是灾难的起头 耶稣讲 但是呢 你在这个灾难里面 你站立得住吗 靠着主 勇敢地去面对 站立得住 哪怕是歧视出来 大地震出来 信徒为主受苦出来 你不用担心 因为他最后一句 他答应你是什么 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怎么样叫做忍耐到底 有人忍耐到底 他没有被杀 有人忍耐到底 他最终身体被杀 但是灵魂得以保存 他讲 你不用担心 两只麻雀 不是卖一千银子吗 你连头发 上帝都算过 上帝一定会知道的 保罗讲什么呢 他说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以色列人有几分 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 以色列全家得救 你刚才读回那一段 对不对 他们在天上的时候 在祭坛下面 灵魂不是跟神讲说 你几时为我生缘 他说数目还没有满足 要等 等什么 等外邦人的数目满足 以色列全家得救 罗马书讲完以后 你再看回罗马书 第十章 他讲什么呢 犹太人跟希腊人 是没有分别的 跟众人有同一位主 他也厚斥一切求告他的人 无论你是犹太人 无论你是外邦人 你只要求告主 就是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要怎样才能够求告主名呢 保罗就讲了 人没有怎么样的传道 人家怎么听到呢 人没有听得到 人家怎么信到呢 因此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为神多做见证 所以因此你要穿白衣吗 你要拿中树枝吗 你要做什么 去算世界末日 去听那些牧师跟你讲 世界末日现在以色列 是代表什么 那个代表什么 是这样子吗 你要做什么 你要努力传福音 你要努力见证主 你要赶快穿衣袍 你如果不穿的话 来了的时候你就来不及 你就跟那一批的人在一起 今天尾巴战争打的时候 我们担心的要死 我们讲世界要末日了 弟兄姐妹 你忘记了乌尔战争啊 打了两年了 如果中东的战争一发大的话 全世界真的打起来 怎么办 弟兄姐妹 怎么办 不是你去想 你在这边怎么办 战争会停吗 弟兄姐妹 你要做什么 耶稣告诉你 你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 这是你要做的 为万民做见证 这个是你要做的 你受苦的时候 耶稣讲什么 忍耐到底的 你必然得救 受印记 穿白衣是你应当要做的 不是去算世界末日是几时 然后听那些神棍在那边骗你 弟兄姐妹 你最终的要做什么 你明白这个真理的以后 你就知道你的时间不多 你就努力的去为主传福音 你讲说我不会传 哪怕带一人 半个人也好 外邦人的数目已满足 以色列全家要得救 那个时候主就会来替你申冤 弟兄姐妹 耶稣在那个路加福音18章 耶稣最后讲一句 他讲 兰儿人子来的时候 还能够看到世上有这样的信德吗 那时的人还会这样去求上帝吗 求上帝为他申冤吗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看基督徒 我们的祷告就好了 我们的祷告多少是为神的国来求 我们的祷告是多少是为那个 为德的灵魂我们来求 我们多少的祷告是为了这个上帝的国度 扩张而来求 我们的祷告不非就是为了自己的 度父 自己的儿女 自己的一切的幸福感 一切的好感 我们来求 我们就觉得说上帝应该保护我 保守我这一个 所以耶稣讲你们要小心 你们要谨慎 免得那一日来临的时候 你的心被金氏的东西来缠绕 然后醉酒贪食 金氏的思虑缠绕着你 最后你就迷失了 耶稣说你要谨慎 你要警醒 你要赶快的回到神的面前 认真的去传福音 弟兄姐妹 今天为主传福音 是会面对苦难 人家会逼迫你的 那是必然的 可是耶稣告诉我们 忍耐到底的 就必然得救 好辛苦讲完了 所以今天 启示录我很少讲 因为我知道不好听 启示录不是什么那种 fantasy 讲那种童话故事 给你看是那种 外星打仗天使 打魔鬼 魔鬼打天使 不是 启示录要告诉你什么 最终得胜的是上帝 最终的胜利者是神 神允许给你的 祂一定会给你 只是说今天 你在你的情况之下 你在你的身份之下 你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 所以与其在担心 这个世界几时末日 不如担心你有没有穿到白衣 不是更好吗 你想说我可以怎么做 弟兄姐妹 回到第一步 认罪悔改 第二步 我们披带基督 第三步 为神做见证 听道跟行道 第四步 忍耐到底 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 上帝要跟你讲 我盼望我们可以从中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怜悯 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 在你的里面有平安 主啊 你的平安是在 你的永恒里面为我们保留 主啊 今天我们面对了很多的困难 我们面对了信仰上 我们很多的人来挑战 甚至有人逼迫我们 有人轻看我们 主啊 这是福气 因为你告诉我们 如果人这样对我们的话 我们有福了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随时随地都愿意为主做见证 让我们随时随地都愿意的 把福音带到去这些未得之名的当中 主啊 求你给我们勇气 求你给我们愿意行的心 也好让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把你的恩典 把你的救恩带到人群的里面 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今天的这段时间 恭敬的交托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你收看我的频道 欢迎你们订阅 分享 点赞和留言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祝福你们 谢谢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